学佛的过程就是透过不断的学习 调伏我们的贪嗔痴慢疑 学佛的过程就是不断学习智慧 有了智慧才能看清什么是真什么是假 并用智慧调伏贪嗔痴慢疑 我们要如何调伏我们内心的贪嗔痴慢疑 其实佛在今天跟我们讲了两大个方法 第一个就要提起智慧 所以学佛的过程就是不断的学习智慧 因为学习智慧 你又看清这世间什么是真什么是假 或许我们眼睛看到的也不一定是真 我们耳朵听到的也不一定是真 就如金刚经所讲的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 如露亦如殿 因作如是观 所以我们都知道金刚经是佛陀在教我们智慧 所以佛跟我们很明确的讲 眼前所看见虽然有形有像 但那就是暂时有或何何有 或乃至我们称为假有 这跟什么都没有的空是不一样的 所以第一个我们要调伏贪生之蛮移的方法 就是学习智慧 金刚经济语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 如露亦如殿 因作如是观 当我们参透了这四句迹 就能明白事出世间 一切主法不是真的 自然就能随缘 心也就清静了 才知道我们修的是不取余像 如如不动 十方新闻 黄慧如肖瑞峰 高雄采访报道